俄乌冲突一年多了 从M777到海马斯 标枪反坦克导弹 爱国者 暴式坦克 到今天的技术弹 西方各式武器都被乌克兰用变了 但也不见乌军在战场上有什么剑术 这背后的原因就是 援助的量太小 做不到排山倒海 就无法把俄军打败 当年拿破仑 希特勒败给俄国 其实都是后勤补给跟不上 面对俄军大兵团 没有充足的补给很难取胜 闪电战就是因为担心补给跟不上 所以要速战速决 当时的运输手段相对落后 所以很难速战速决 希特勒最终失败也在情理中 现在俄乌冲突进入了阵地战 俄罗斯背后有发达的铁路 重装备可以源源不断地运输过来 可以保证充足的弹药 乌克兰方面应该也一样 但西方提供的武器弹药五花八门 弹药量也不够 难怪乌克兰人说 只要战争不结束 弹药永远都不够 这话的意思就是 目前的战争就是在拼弹药量 谁多就能占优势压倒对方 如果这次乌克兰能够拿到 足够量的极数弹 能压倒俄罗斯的极数弹 那还有可能把俄军打退 否则弄不好 反而被俄军的极数弹打压 造成重大伤亡 所以俄乌双方拼极数弹 对乌克兰来说是双刃剑 弄不好反而损失惨重 也就是说 没有充足的弹药量 就不要贸然与俄军进行极数弹活 何况俄军的极数弹质量低 大量残留弹会造成雷区 反而影响进攻 乌军目前对俄军的阵地久攻不下 有点焦虑了 已经完全丧失了冷静的战略思维 完全是在那用士兵的生命 在鲁莽地硬拼 与其这样不如先停下来 让美西方提供充足的弹药以后再战 否则这么消耗的话 无论是武器弹药还是兵源 都消耗不过俄罗斯 美西方有的是钱 既然支持乌克兰 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要求他们开足马力生产弹药 不能乌克兰自己老这么硬拼 如果美西方不愿意提供足够量的弹药 那就别打了 过两年再说吧 不客气地讲 目前乌克兰男人被美西方耍弄 每天不得不和俄罗斯血拼 付出没必要的牺牲 乌克兰女人们跑到西欧 成为西方男人们的掌中玩物 看着有点惨不忍睹 可非常意外的是 乌克兰人自己却似乎认为 这才是他们追求的民主自由 简直比鲁迅笔下的阿Q还阿Q 这样的民族真是无可救药 拼光了算了